在外候选人武安 我谨代表自由时报提问 首先请问萧美琴女士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外交 受到中国的围堵和打压 阻境艰难 未来如果你担任副总统 要如何协助总统 突破困境 拓展外交 如果两岸关系没有改善 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台湾加入更多国际组织 同样的问题 也要请教吴新颖女士 和赵少康先生 你们批评民进党的外交政策 说民进党外交做得不好 未来你们担任副总统 一样要面对中国的压力 请问你们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可以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 可以增加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数量 谢谢 请萧美琴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好 谢谢陈先生的问题 台湾的外交处境 确实非常的困难 那我这几年在第一线 跟我们外交的同仁一起打拼 确实也遭遇了不少挫折 中国打压 中国一直用它全球的力量 在孤立台湾 是最主要的原因 很务实 因为我们面对困境也是现实 务实的做法就是以台湾实质需要的议题 来找寻生存的空间 我举个例 我们跟美国没有邦交的关系 不能够签条约 但是我们长期存在着双重瞌睡的问题 所以我们透过国会议员以专案立法的方式来协助台商在美国的布局 解决有效的解决双重瞌睡的问题 同时也解决许多美商 包含今天许多大型的跨国公司来台投资 我们看到美光 微软 Google Amazon 等都扩大在台湾的投资 我们很务实的解决大家的问题 强化台美之间的合作 增加我们经济繁荣的韧性 当然国际组织的参与也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在深论期间就提到 我们跟美日澳等理念相近国 也定期的举办GCTF 全球合作训练架构 来拓展台湾跟其他伙伴合作的空间 持续的扩大国际的参与 做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的一份子 请吴馨颖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谢谢你的提问 我觉得台湾的外交困境 困境是这个重点 那没有人说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过针对比如说 我最近去COP的经验的话 我觉得外交部就是穿国王的新衣 然后被我点破我情杀了 OK 那今天当然因为时间有限呢 我待会有准备一整串的 我跟外交部之间的COP的 从10月3号到我出国之后的一些记录 到时候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同时我也要求外交部 要把这个官网要更新 要做一些更正 待会记者会我们可以再谈 那我觉得回到原点就是说 以当副手的部分 我怎么样能协助 总统来推广我们的外交 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说 在国际的部分 我们要注重二轨外交 就是track to dialogue 还有注重这个双向贸易协定 跟双向的一些交流 像台湾已经签署了 三十几个BIA FTA 虽然没有在许多的国际组织 这也没有阻扰 我们能在国际上 交更多的朋友 有实质上的这个合约签署 比如说我有讲到央行主权基金 央行说它不是IMF的会员之一 可是许多的央行是央行对央行之间也签着所谓的credit line swap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确保我们的外汇存底 在经济全球波动的时候 是有一个保险的 所以就是说没有人阻止我们签双向的这个协定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从法规的部分要interoperable 就是要互通性 像我刚刚讲的各资法 GDPR欧盟的规格 或是说全球最低税制的这个部分等等的 只要我们跟国际上能搭得上线的话 我觉得能有更多的国际投资进来台湾 台湾的相对性重要性会是提升的 因为现在如果只有台积电复国神山的话 大家看到我们只有想这个 我们要想一些有复国群山的概念 来提升我们的经济 以保护台湾 谢谢 请赵少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前院外交部长前傅曾经说过 大陆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上位政策 民进党不相信要去闯 闯的就是我们丢了九个邦交国 那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外交上有什么成就呢 九个邦交国就这样丢了 任何的国际组织我们参加了吗 WHA观察员也当不了 国际气象组织 国际性情组织 国际的环保组织 没有一个组织进得去的 然后叫我们吃莱猪我们也吃了 核食也吃了 我们进了CPTPP吗 进了RCEP吗 跟中日台日签了FTA吗 跟美国签了FTA吗 所以第一个 我还是主张如果我们执政的话 还是要跟大陆谈外交休兵 不要再抢来抢去了 无谓的浪费 第二点 我们自己的实力要提升 我当环保署长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经济还不错 法国卖给我们幻象2000 卖给我们拉法业 法国的女环保部长 邀请我到法国去 我沿路从荷兰 德国 法国 丹麦 我见了十几个部长 包括环保部长 经济部长 其他的财经部长 很多在办公室里见的 为什么 不知道外面呢 为什么 我们有经济实力嘛 当你有实力的时候 这些国家就重视你 我到巴西参加 Rio Dijunel的Earth Summit 地球高峰会 跟美国环保署长 面对面两个人开会 讨论我们两边 怎么样的合作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120几个免签国 包括美国 一个邦交国都没有丢 那他到底丢了什么主权呢 你们常常讲说 这是他卖的主权 他出卖的什么主权呢 主权不是好好的吗 那你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你又获得了什么主权呢 我看什么也看不到主权啊 这个不能参加 那个不能参加 这个邦交国 那个邦交国丢了 没有任何主权获得的嘛 这是我的答案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 AB科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科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鱼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7大保证 7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官方有资料 今晚门 子档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9大法 2